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亚瑟 马拿西全地聚集起来追赶米甸人 因为之前原本基甸已经聚集了这几个支派 有三万两千人的勇士愿意出来打仗 但是上帝就拼命的帮基甸裁军 从三万两千人裁军到一万人 上帝还嫌人太多 免得以色列人日后夸口说 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胜过的米甸人 于是上帝又把军队从一万人裁剪到只剩三百人 就让基甸带领这三百个人去得胜 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 而现在他们得胜了 他们就要来追赶逃跑的敌人 因此基甸这时候就号召 之前被遣散回到各支派那些勇士们 赶快归队一起去追击敌人 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地 这个不仅是之前耶稣列平原周遭的几个支派 要出兵追赶敌人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也包含了这个马拿西之派 南部的以法连之派 他们住在以法连山地 这时候基甸也邀请他们出兵来追赶敌人 所以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地说 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 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米甸人他们从这个耶稣列平原 沿着约旦河往南逃窜 然后呢要到渡口地方 要越过约旦河回到约旦河以东 然后继续往南部的这个旷野逃窜 那这个耶稣列平原的部队 都在比较偏北边 所以基甸就拜托 能够这个成功截击 这个米甸人 就是圣以法连之派 因为他们就在渡口旁边而已 所以拜托以法连之派人 抢先到渡口那边 去拦截这些米甸人 于是以法连的众人聚集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一名额利 额利是乌鸦的意思 另外一个人叫做西伊伯 是狼的意思 那将额利杀在额利磐石上 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 酒榨那里 又追赶米甸人 将额利和西伊伯的首集 带过约旦河 那就带到姬甸那里 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 这时候呢 拿着这个两个米甸人 领袖首级的以法连人 就对姬甸说 你们去与米甸人征战 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 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他们就与姬甸大大的争吵 这边就让我们看见 这个以法连之派 他的骄傲跟他的诡诈 因为以法连之派 长期以来就是北方之派的领袖 而且在四世纪的时代 以法连三地是最少遭遇到敌人 侵扰的地区 所以呢他们的 能够保存的实力也最坚强 那再来呢 这个以色列北方的这个 宗教敬拜的重镇 包含伯特利 还是士罗 都一直在以法连之派的 这个势力范围里面 那还有上一次 这个夺回耶稣列平原主导权 也是由 这个住在以法连地区的 底波拉 来筹划号召北方之派 去打败迦南人的联军 所以对这个以法连之派人来讲 他们是以大佬自居 他们认为他们就是 这个北方之派的领袖 你马拿西之派的积淀 凭什么 可以号召其他之派 去这个攻打米店人 却没有通知我们一生 反而是在这个米店人 逃跑的时候才智慧我们 所以他们就不高兴 那二方面也是为了实质的利益 在不高兴 因为米店人他们之前 掠夺了很多以色列的这个财产 然后再加上米店人本身的财产 所以现在打胜仗要分战利品 所以这个以法连就不高兴 因为之前在耶稣列平原的 那一场战役你没有找我们去 我们只负责后半段的这个 追击的工作 所以可能在分战利品的时候 会分比较少 所以他们为此也跟基电大吵大闹 那其实跟基电吵这个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真正参与 在耶稣列平原的摩利钢 三角下的那一场 基电三百勇士的战斗 其实各自派的勇士 基本上耶和华都叫他们回家了 真正跟着基电 在那边吹脚 举火把 然后用移兵之计 让这个米店大军产生半夜的夜经 那个时间大概在十点到十一点晚上 然后米店大军因为耶和华惊吓他们 他们就自相残杀 然后自相残杀之后才这个漏夜逃跑 其实那三百个勇士 根本就没有真正拿刀砍杀敌人 是这个敌人自乱阵脚 自相残杀逃跑 所以呢 其他支派的勇士 大部分也都没有参与战斗 甚至那三百基电勇士 也没有参与真正的战斗 只有耶和华自己参与战斗 而打败了这个米店人 在耶稣列平原上面 好了那面对这个 以这个大老的姿态 老大的姿态自去的这个以法连 咄咄逼人 基电怎么办呢 基电就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哎呀以法连 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强过我们 雅比乙穴所摘的葡萄吗 就是 极力的在这个 以法连支派面前 就是 谦卑 哎呀你们以法连支派 是我们最强大的支派 我们都知道啊 也是我们老大哥啊 你们去摘葡萄的时候 所剩下的那些 不屑摘的那些 不好的葡萄 都比我们 马拿西支派的 这个雅比乙穴族 就是 基电他的宗族 我们都比我们 去摘的葡萄都来得好 就是你们看不上眼的 都比我们 辛辛苦苦去摘的葡萄 都还要好 我们怎么敢跟你比 这个要来做老大呢 然后呢 神已将米殿的两个首领 尔利和西伊伯 交在你们手中 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而且你看神亲自 用你们以法连支派 杀了他们两个首领 哎呀我所做的都为不足道 怎么能够比得上 你们以法连所立的大功呢 而且神把这两个领袖 的首级交在你们手上 你们才是首功 你们立的大功 基电说这话 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 所以他就极其的卑微的 来跟这个 这个以法连人 说好说歹 让以法连这个老大 气消了 那相信应该就 多分到一些战利品了 第四节基电河跟随 他的三百人 到约旦河 过了渡口 他们继续去追击 剩下的这些米店的 残余部队 虽然疲乏 还是追赶 基电就对苏戈人说 苏戈他是属于 约旦河以东 加德支派的这个城 基本上也是属于 以色列人 那他说求你们拿饼来 给跟随我的人吃 我们这三百人 我们已经疲乏了 我们追赶米店人的两个王 还有两个王 一个叫西巴 一个叫萨木拿 那西巴的名字是牺牲的意思 萨木拿是 名字是拒绝保护 已经在暗示 接下来他们两个的结局是 很悲惨的 会被基电抓到 那苏戈人的首领 怎么回答基电 和他的三百勇士呢 他们就回答说 那西巴跟萨木拿 已经在你的手里了吗 以至于你可以 使我们将饼 给你的军兵吗 哇 想不到这个 加德支派的人 这个完全就是 拒绝帮助这个他的同胞 然后呢 还这个用轻蔑的语气 你们只有三百人 要去追赶这个米店人 你们怎么可能会成功 所以就不愿意援助他们 还这个冷言冷语 那这让基电就非常的火大 那为什么这个苏戈人会这样 很可能他们长期在玉旦河移东 长期受米店的人的蹂躏 他也很害怕说 我帮助了你 米店你回约旦河以西之后 那米店人回过头来找我算账 你也帮不了我 所以我现在最好不要帮你 那二方面是小看 只有三百人可以做什么 所以就拒绝帮助基电 基电就说呢 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木拿 交在我的手之后 我就用野地的金条 和这个金桔 来打伤你们 这些都是野地有刺的这些职务 就代表我要狠狠的惩罚你们 第八节基电就继续从那里 继续往南 去追赶敌人 就上到这个 辟奴以勒 这也是迦德支派的一个城 就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 请他们把柄给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又饥又渴 我们拼命追赶敌人 请你帮助我们 我们都是同胞 而且我们现在是在追赶 那个之前 伤害你们的米店人 所以请你帮助我们 结果呢 辟奴以勒德人 也与苏格人回答 他的话一样 那这个基电呢 他就向辟奴以勒德人说 等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楼 我必拆毁你们的城楼 把你们的这个防疫措施 整个撤掉 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就是说基电在面对 外面的敌人的时候 里面的人摆不平 首先就是这个 以法联制派的这个 老大心态 我们真的要留意 你如果真的自认为是 这个前辈 大老 或是你是强大 强盛的教会 你早就应该要去帮助 这个耶稣列平原 周遭的这些弟兄们 让他们免于受 米甸人七年的蹂躏 你现在放马后炮 然后又觉得 别人没有尊重你 然后又嫉妒人家的成功 然后呢 又要想多分一点战利品 所以这种嫉妒 还有这种骄傲的这种 大老心态 在个人或是教会 都是非常需要被神提醒的 也是非常要不得的 你要嘛就好好做迪波拉 迪波拉他也是这个 住在以法联山地的人 他就做出重大贡献 自然大家就打从心里面 佩服他 你用这种 吵吵闹闹的方式 要别人承认你是老大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别人从心里面嘲笑你而已 再来就是 迦德支派这两个城的人 他们可能出于害怕 或是长期这种 奴仆的心态 所以也不愿意来帮助积淀 那这个就激怒了积淀 那当然事后我们可以看见 积淀处理的非常不恰当 但是这两个城的人自己 他们也是当初对积淀的能言能语 不愿意出手来帮助他们的同胞 一起对抗敌人 他们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不应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有时候 这个外面的仇敌虽然强大 但我们处理我们内部肢体的关系 更是很大的一门学问 恳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 我们是不是常常以老大的心态自居 以前辈的心态自居 而没有实质的参与跟贡献 却在这里面骄傲自大 咄咄逼人 或是心生嫉妒 我们是不是也像 加德支派的这些以色列人 袖手旁观 不愿意伸出援手 不愿意合一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是能够更多来体会你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 合而为一的心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